比特币9000美金 还会越来越过 穷威预测比特币目标价上看25万 连空头大师索罗斯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都纷纷抢劲 你还等什么 比特币交易学院 Bitcoin Trading Academy 中文投资网三大分析师 纽约课程全面大晋级 线上线下同步热烈报名中 博打1800958 8561 微信无人网2018 现在买五枚五年宽豪宅 ChineseFone.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美股比特币富豪 那么我们开始的小花絮 大家可能 你别那么拘谨行吗 好家伙 你做的姿势 跟开政治局会议那种感觉 椅子的问题 这椅子太高了 我都不知道咋做 下回咱们换汤椅 特别好 咱们小长假了 小长假之前的话 又让女王跟我配合 做一次节目 然后那个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看呢 我这边就 一问他十几个人 六十一啊 十六 十六个人 所以你说呢 现在可能也有朋友刚上信 那么周末了 尤其是这个小长假 大家呢可能都准备出去玩去了 一般的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建议出去 哪个人都多 对吧 花钱不花钱搁一边 你同样是一个场地 你花钱 可能你自己在那玩 然后到现在的话 你花钱可能十个人在那玩 那种感受不太好 对对对 所以说 真要是小长假要什么安排吗 在家吧 这样的话比较 我就跟我们会员都说的 在家过得挺舒坦的 何必难为自己呢 你要看见什么了 美女是不是比Jason个子高 下的给个小板垫 我这已经有板垫了 有板垫的情况下还是这样吧 这个问题呢 不在Jason老师 问题在我 你看他轻轻欲立的 我们办公室呢 基本上除了老大 除了我人 没有一个人比我高 对对对 所以说我一直劝他去截肢 这样的话 我们还能有点自信 没关系 个子高矮 无所谓的 这都不是障碍 对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问题 身高 颜值这些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有的时候 行 咱不说了 后话的话大家去提会吧 我的小长假 咱今天节目就到这吧 小长假就此开始是吧 是的 我就盼着早一点开始 小长假 我是说给美女个小门垫 让Jason高大一些 不用了 不用了 每次我看她穿高跟鞋的时候 我都得说她 我说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给不给我们出路 怎么办呢 最后美女刚才说这种话 女王说这种话 我也就 算了 过节吧 那行 那咱们呢 这个 先让女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旁边走势吧 行 我们先看 比特币吧 先看比特币啊 行 好的 你说咋着就咋着 这个小长 小长假都听你的 我打吧 这个找都不知道找到哪 也行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比特币的话呢 从日系图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在这个收敛三角的一个盘整的区间之内 目前呢 是处于这个区间的一个低位的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看30分钟图的话呢 可以看到 目前呢还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在 还是这边还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在 那么目前呢 是在这个下方呢 有一定的起稳 有一定的起稳 那么支撑我们还是依旧看在7100 7200左右的一个位置 短线上的一个阻力的话呢 可能是在7900到8000左右的一个 7900到8000 没事你就乐着说 没关系 别那么 放松 放松 太羞了都 太羞了 这留言留的 在那个7900到8000的一个位置 对 然后 你不觉得你那个周末或者行车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座网红节目吗 什么 直播吗 对啊 多浪费时间 哎呀那什么飞机别墅的 刷刷的 没兴趣 对 然后呢 哎呀 输到哪了 你说到在7200美元的话有支撑位 比特币的这个支撑在7000到7200 阻力的话在7900到8000这样的一个位置左右 那么在短线上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波向上向上的一个反弹 但是呢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比较有限 所以说呢 嗯 大家如果 要入场的话呢 也是要注意好这个快进快出保护好自己的一个仓位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币 也就是另外一个蓝筹币 在最近呢 看到有一定的跌破的一个行情 有一定跌破的一个行情 嗯 跌破了6400美元附近的一个 6 6 完了 今天轮到我说错话了 我们两个人都比较紧张 就是来到了跌破了640美元的一个阻力位 支撑位 跌破了 哎呀 你说会不会 他刚才说这么两段 我就听念四字 快进快出 就刚才那个小爱心给我看的 就是紧张了紧张了 没事我们正经点说 以太币跌破了640美元的 这个支撑位 那么下方的一个阻力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呢 在下方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支撑 差不多是在540550左右的一个地方 那么近两日呢 还是以一个盘整的走势为主 还是一个盘整的走势为主 上方的这个军线的压力也依旧在 所以说呢 还是以一个盘整的走势为主 这个两大蓝筹币 那么刚才正好看到有朋友问这个EOS嘛 那我们就顺便 对吧 看一下 好我们看这个EOS EOS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呢 是受到了这个要上线主网的一个利好的推动 那么包括呢 它的21个节点都会进行一个竞选 那么很多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币圈的一些 比如说像李孝来啊 薛满子啊 火币网啊 等等这些平台 他们都会尽头这个21个节点 那么对于这个价格呢 是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推动 如果按美元看的话呢 差不多是从5美元 最高是来到了22美元附近 但是很快呢 这个直线的上升之后 也伴随着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 在昨天这个比特币有稍许起稳的时候 这个EOS呢 又出现了一波拉伸的一个节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 在这个VIP当中 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17左右的这一个阻力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昨天呢 也是刚好打到差不多17左右的一个位置 然后就出现了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出现一定的回调 目前呢 在这一块是稍许得到了支撑 但是近期呢 还是一个短线上的话 还是以一个盘整为主 还是以一个盘整为主 但是如果是从这个 因为它6月22号就要上线主网 所以说差不多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么就这个历史数据来看 6月22号 6月22号 就下周 下周6 下周6就要上线主网 所以说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那么按照通常来说的话 像这些币在上线主网之前的一个星期 大概率时间都会有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那么在正式上线之后呢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挫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关注好这个17左右的一个阻力位 那么如果有突破的话呢 大家也是快进快出 可以做一波短线 在这个上线之前的话 可能是会有一波推涨的行情 就是如果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突破的地方呢 可以进行一个入场 如果错过的话呢 也不要进行追高 然后正好又有人问 对吧 这个EOS在币安 需不需要自己去映射注册 这个是不需要的 因为呢 币安也是发布了一个通告 他们说呢 这个EOS是不需要这个进 另外去进行 finance 等一下 今天还看了那个通告 这个火币和EOS的这个官网都有公告 说是支持这个币安的一个映射 所以支持EOS的这个映射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在火币和这个币安上面去购买的EOS的话呢 都是不需要去另外去处理这个映射的问题 他们都已经给用户处理好了 完了 完了 好了 行 太突然了 杀车杀得很突然 行 那咱们就说一下盘面吧 今天的话呢 是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总体上来说呢 还是维持了日内的一个低开反弹 然后震荡走低尾盘的话呢 略微的有所反弹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还是下跌了六点 在盘后的七指的话呢 还是有瞬间的向下移动的一个迹象 看一下啊 好的这是七指 这是七指 七指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图形先去掉 那么七指的话呢 尾盘以标普为例的话呢 尾盘大概的收盘点位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那么随后的话呢 七指还是交易中心有略微的有一点点下移 有一点下移 那么整个交易日来说的话呢 还是收在了一个相对的价格中间的四分之三的位置 总体来说今天全天的交易 大概是在这个区间 在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时间 但是总体来说呢 如果一分为二的话 那基本上还是在下半程啊 下半程的尾盘的话 还是有继续交易中心下挫的一个迹象 从总体来说的话呢 呃本周啊 本周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啊 呃周线的收盘的话呢 还是挂星啊 这个呃长阳线之后啊 这是在五月七号 长阳线之后的话呢 一直挂了两颗星啊 挂了两颗星 那么从盘面的走势来说呢 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磋商 呃和这个美联储的纪要 那推升出来的两波行情啊 两波行情 第一波行情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那也是一个小协率的上涨之后呢 进行了一个大幅下挫 那么后面的话呢 美联储纪要呢 推升出的行情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的 也是维持两个交易制 那么今天的话呢 有所下挫 力度呢一般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还是一直在考验2710点啊 2710点 那我们的关注重点的话呢 还是关注2735点啊 2735点和呃 相对的低价位2710点附近 这个大箱体最终的一个方向性选择 呃 这个长周末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呃 比较关注啊 一些消息面啊 北朝鲜什么会面了 又不会面了 见面就天天跟这个 呃 跟这个小孩过家的那种感觉 对就一会儿见一会儿又不见 老大脾气 对对对 所以说呢 一点也没有专业精神 呃 像我们每天都跟朋友们在这儿见面啊 聊股票 呃 砍大山啊 盖歪楼 呃 就跟中美的贸易谈判一样 见个面 喊了半天口号 我们停止贸易战了 但是呢 很多的细节问题 从来没有人提及啊 没有人提及 那如果有细节的话 我想呃 不论是中美的任何一方都会 呃 迫不及待的跟大伙公布啊 我们谈完了 有结果了啊 这个中兴的事怎么怎么处理 12345678的 可能会说的更细致一些 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框架口号 那么更细致的问题呢 恐怕也是因为呃 在磋商的过程当中有阻力啊 所以说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啊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口号 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那所以我想这个小长架 嗯 就能够有实质性的呃 对市场的一种利好 我我还是持保留态度吧 啊 持保留态度 所以呢 咱们就呃 看吧 三天之后的这个情况而定啊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呃 从气质的角度来说 呃 交易的方向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交易方向并不是特别理想啊 这是指数 呃 美元的话呢 在这种啊 美联储加息啊 这个预期六月份加息的预期的这个呃 呃 背景下的话呢 再次呢 把94点突破啊 最高的话来到94.3 呃 那么在相对的高价位区间的话呢 呃 这个上涨维持了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呢 在这个上涨通道的上边沿可以考虑呢 呃 如果说有做啊 美元呃 期货指数的朋友 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考虑高位的一个减仓动作啊 那么控制下风险啊 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位置图形 我们看第一波的强劲上涨 这个震仓整理之后再上涨 就变成了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 那这个格局的话呢 我们在原油的方向看的就特别的清晰啊 原油的方向 我们如果把原油放到四小时头看 那么它从40美元啊 42美元开始 第一波拉绳一无反顾 中间呢 有一个整理性结构出来之后 后面马上接的就是一个上涨歇行啊 那这个上涨歇行的话 什么时间出现回落 那我们不是神啊 我们只是说呢 从交易经验上会有一些经验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在VIP当中反复提及 千万千万不要追高 这个位置 即便我们看多原油的话 也要拿利润仓去做啊 不要拿成本仓去做 结果今天的话呢 好像是俄罗斯说 我们跟欧贝克好像准备增产了 因为原油的价格走高了 准备增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原油的话应声而落 那么下跌的幅度也比较猛 这个相关的UWT产品的话 今天下跌了12% 有很多朋友说 在这个位置上能不能做空 我觉得呢 这个位置做空 至少要等到反弹之后 再向下挫的时候 再考虑 再考虑 现在去做空的话呢 它在前面 66美元和突破的第一个小星台 66.8 66.7这个位置上 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支撑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 再去做空的话呢 空间比较小 而且面临着随时的这个反弹发生 反弹过后 如果无力再冲过70块零五毛 这个位置的话 再向下走的那个点 可能是我们风高放空的一个小机会 这是关于原油 那么黄金的话呢 还是在1300美元僵持不下 那原来对于黄金呢 在1300美元的这个竞线位 这个位置上跌破之后 1288美元反弹到1308 在这个位置上呢 还是有相应的 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和阻力 1310附近 所以呢 现在做多黄金的话呢 那只能说是看大方向 看这个大的上涨趋势 那在这个点 1288可以去考虑做多 那如果做空的朋友呢 可能是从小格局上 去看这个方向去做空 所以说在这个点上 我们会员朋友问 Jason 问其他老师呢 可能观点不一样 问我的话呢 我说在这个位置上 既不做多也不做空 这个黄金类的产品呢 就先不碰 先不碰 那么继续的这个再观察观察 毕竟呢 在1310美元上方的这个形态啊 是比较复杂的 这么复杂的形态顶在上面的话 想一举突破 除非有非常暴力的消息啊 比如说哪儿这个正面的这个有打起来的这么一种迹象 可能黄金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行情 如果没有这种级别的刺激和消息的话呢 想走出大幅的拉升的可能会比较难 但是破位的话呢 现在1290被反复试探之后啊 产生反弹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 又有一定的支撑 上下呢 只有10美元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区间 狭窄的区间当中呢 让我们去看大方向 恐怕的难度会比较大一些 难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对于黄金产品的话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 保持一个观望态度 这是关于黄金 那虚拟货币的话呢 刚才女王也把这个 你讲乐就漏 不要笑不漏是 一定要这么叫吗 我觉得GRP里面都已经被叫得渗得黄 我觉得这样挺好 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哎呀 你看看 想被动 对对对 人生嘛 各种菜 酸甜苦辣都要尝一尝 你说只吃一种菜 可能我觉得 对于人生来说就不完美 不精彩不充实 好的 用你这句话 我的小长假就知道该怎么过 那成 那咱们就回答问题 因为今天呢 也是周末 我相信呢 很多朋友呢 都是已经定好了 这周末怎么过 那我们刚才 我们俩也刷了完了 我们怎么过 是我和你怎么过 这是我们怎么过 一样的 我和你怎么过 也一样 也一样 QQQ啊 QQ的话呢 总体来说 如果让我去看这个市场的话 我还是非常的慎重和保守 咱们以QQQ或者标普为例 在这个位置上 我还是觉得向上做多 难度非常大 难度非常大 而向下做空的话呢 可以说就差一个手指 可以说就差一个手指 就差一个手指 就像这种 这种位置的话 你像 如果在山根底下 在这种位置的话 你说你推一个手指 你就是踹他一脚 他也下不去 但是在这种位置的话 你再 你再说这种位置 这种点位 会走出 多么高的位置 我想难度非常大 这个这是总体 咱们就跟标普一样 跟标普一样 标普的这种位置 如果我们放到月线上 再去看的话 你说600点 700点这个位置怎么样 1000点这个位置怎么样 那安全度会非常非常高 现在2800点 而且呢 伴随着高位的大阴线出现 那我想危险的话呢 不言而喻 这也是我最近 在VIP当中呢 持有一个损耗性 比较高的产品的一个原因 所以总体来说呢 到目前为止 月线似乎保持的还不错 现在呢 今天是25号 262728 那么下周的话 还有三天 五月份会收起 收这个月线的形态 那到现在为止 这三颗K线表现的非常不错 还有点晨星的感觉 但是这个晨星啊 发生的位置 是在这种位置上 历史性的高位上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位置的呃 又多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啊 又多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五月份还差三天 咱们再继续看 那五月份的内部结构的话呢 嗯 我们看一下啊 咱们从QQ啊 那么找一个比较普遍性的 这个网速怎么回事 不动了 没有反应 卡了 我们的直播还好吗 那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整个啊 五月份 现在 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 这是五月的开盘啊 五月的开盘 开盘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区间吧 啊 在这个区间 那现在的话呢 还是保持了一颗呃 阳线啊 但是后面的话 还有三天啊 还有三天 呃 总体上预计呢 会有一个回落啊 回落的目标价的话呢 可能会在2670附近 嗯 2670附近啊 那保守一点的话 2680啊 2680啊 这可以作为呃 五月份的一个上一线吧 啊 咱们到下周咱们再看啊 2680是这么一个态势啊 这么一个态势 呃 看情况而定啊 还是那句话 周末呢 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的刺激啊 这是五月份的月线的K线形态 咱们的预期啊 到目前为止是这种形态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横盘结构非常的复杂 而且在这个当中呢 还是发生了贸易谈判和 这个美联储基要这种级别的 呃 算不上利空吧 啊 算不上利空 所以说总体来说 在这个位置上还不能形成突破 尤其是在昨天的隔夜市场 期指的话呢 还是向上去试探了 2740点的这个位置 那么也是无功而返 那今天的话呢 日内仓 日内的这个行情的话 还是一个低开啊 向下低走 尾盘有所反弹的一个格局 所以总体来说呢 有点趋弱的迹象 有点趋弱的迹象 那下周的话 咱们再看 预期啊 是2680 2670一代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 呃 和我期盼的预期差不多 因为四月份的话呢 大概也是 呃 一颗星啊 四月份的话 大概也是一颗星 上下影片的一颗星 如果按照这个级别走 我看后面有个朋友问啊 这个六月份的现行 那么呢 咱们就多说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级别 这是五月份的高点 这是四月份啊 四月份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六月份的话 有可能是这样子 啊 六月份啊 有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呃 上影线可能会比较短一些 啊 下影线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啊 甚至于是这种现行 啊 甚至于是这种现行 当然呢 这是呃 预判啊 这是经验预判 所以总体来说呢 呃 看看四五六啊 五月份还差三天 六月份看看能不能走成这样 啊 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呃 从大格局上来说 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线情 画到月线上来看 啊 这样的话呢 在月线上可能就会形成三颗星 啊 三颗星 也就是说 大幅度拉升 阴线打回来之后 旁边挂三颗小阳星 不能够突破两天八百点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相信呃 咱们二零一八年的下半年 这个行情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乐观了 啊 不是特别乐观 这是预期啊 这是预期 所以呢 这个小长假 小长假之前的话呢 咱们跟大伙呢 提前先预判一下啊 当然是预判啊 咱们还得要看行情 最多最多啊 就是上去做双头 最多最多就是做双头 所以这个位置上 咱们看看周末 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这是关于指数啊 咱们多说两句 呃 WDAV A WDAY 对 我光想着 V了 哈哈 这个小长假啊 也得多这个 从导演的角度上去 评一评啊 很多 这个 片子的质量 哈哈 呃 价格的话呢 价格重心在八十 啊 推登到一千 一百三十六 呃 总体上来说呢 运行格局 再加上成交量 嗯 运行格局 二十一周期 运线 回踩一下 再上 呃 在这个位置上啊 嗯 还是要多加小心吧 啊 多加小心 现在一般情况下 对于股票类的产品呢 我都会建议 是以利润仓 去呃 做股票类的产品 那做股票类的产品 那么成本仓的话呢 可能会随时出击 呃 这种 呃 看空指数的 或者恐慌性指数的产品 啊 这样的话 我觉得从资金配置上 和安全度上 会比较好一点 啊 会比较好一点 呃 这个整理局间 完全取决于 大盘的一个 呃 呃 完全取决于大盘的一个 呃 这个运动方向 如果大盘给机会的话 或许还能走高一点点 但是总体上来说 我们看 在这个高位的话 这个成交量还是上了一个台阶的 啊 还是上了一个台阶的 所以这个位置 紧防变盘 啊 紧防变盘 应该是利润仓 或者说干脆 啊 这个短期的上涨趋势没有了 干脆我们就把它放弃掉 啊 也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放弃掉 啊 这是关于这个啊 KORS 呃 这个票的话呢 呃 从34块钱弄到68 高位的压力位的话呢 就在71块 啊 70块钱上方啊 就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 70块 70块钱上方 在这个点上啊 在这个点上 现在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双波整理 看似要向上突破的状态啊 但是在这个相对高位 那我很简单啊 拿回成本啊 拿回成本 看看突破方向 或者说呢 我们看最近几个交易日啊 连续性上涨啊 那这个上涨的趋势线啊 这个上涨的趋势线啊 这个趋势线 如果这个趋势线能够保持住的话呢 那么你的利润仓可以继续保持 如果到高位 在这个位置上不行了啊 又往下破位的话 那就应该走人啊 另外一点 这个股票 你看前面两次的破位都是非常坚决啊 非常坚决 一旦出现问题 马上直线打下去啊 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直线打下去 所以对于这种票来说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高位检测 一定要注意高位检测 避免突然间的转向 然后直接打下去 你这一犹豫功夫呢 这个五块钱 十块钱就没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票应该是用这种策略去对待的啊 Mov movie吗 不是 接着英文不好 就是对这些单词了解的比较透彻 各个个别字母 各别单词 有时也容易混 这个票二十二十块钱 二十八块钱突破 四十块钱压力 二十块做到四十块 翻倍 翻倍百分之七八十 前面的压力区间有震荡 日线 日线高位带量震 震完之后教育中心往上走 这个票啊 如果是做盘的话呢 应该是拿着五十天均线 日线的啊 日线的五十天均线呢 作为一个保护线啊 作为一个保护线 或者呢 前两天的低点三十九块一毛五 咱们就说三十九块吧 拿三十九块钱 作为一个这个仓位的保护 如果把这个位置破掉的话呢 就应该考虑出场了 就应该考虑出场 毕竟他已经打到了前面的成交密地区 在现在的大盘的话呢 又是犹豫不决 向上空间很小 向下空间很大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 应该考虑到风高减棒 拿回成本的一个策略 然后剩下仓位呢 拿三十九块钱做指定单 这是这个CRM CRM CRM 这是什么 IT的 对 就是 IT 还有科技板块的东西 如果咱们单纯看 前面不说 就看最后这一轮行情 就看最后这一轮行情 最后整理过后出现的这一轮行情 我们看 刚开始的拉台是比较畅通的 但是从这个位置100这个位置上开始震荡震荡 冲高之后大幅回落 冲高之后大幅回落 那么高位的震荡加剧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 简单的处理 减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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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对于大盘和股票类的产品的话呢 我就是一股不留 一股不留 这就是我现在的仓位 我现在的仓位 这是CRM CRM 受益率 美女个子高 没错 金子会涨吗 金子的话咱们刚说完了 难度比较大 涨跌的话都有机会 所以说呢 需要再观察 EOS说完了 我是说给美女一个小板凳 太 太狠了 哪能给小板凳 这个 EOS说完了 比特币说完了 老师周末愉快 索性小事不要想了 我明白 这个给女神 是 我们这个放假了 办点大事 原油的支撑位 咱们刚才说过了 大概是在66块 六毛六吧 好计 四个六 六月份的走势 咱们刚才大概也说了一下 主要现在要看五月份的收盘 然后下周的话 还有三个交易日 那么这三个交易日呢 如果有回落迹象 那么2710点 2720点上方 就构成了一个成交密集区的压力 那么六月份的上行压力 就在这个位置上 下档的支撑的话呢 可能还是在2600点一带 2600点一带 大方向 这位朋友说放松 我们长假会放松的 等一下 你看人 我知道 我知道是他 成亲气气的 看看 不给他机会 这位朋友 你也放松 放松 不是有人要收获他 对对对 他 所以吗 就是从了吧 这个年龄太保守 何必呢 我跟他说过了 这种事 就是不用过期作废 对吧 你过期再想用 也用不上了 他都已经过期好久 他已经过期好久了 太仇人了 仇人 让人着急 让女王着急 这个 没法说了 还是百度 还没优 可以买吗 不行 这个 同一个人问的吗 对呀 百度 周线 你看这个位置 高位的震荡 然后再加上 大盘的走向 再加上高位 阴线带量 你说 可以不可以 这么高 这么高价位的股票 还是那句话 你从床上 滚到床下 没关系 没关系 还可以接着滚 但是你从山顶 滚到山底 这事就危险了 对吧 本来把很高兴的事 做了就很不高兴了 所以说 做股票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位置 一定要注意位置 MU的位置 你自己看一看 自己看一看 这种 你看刚开始 非常义无反顾的 然后加速拉台 拉台之后开始 整理 再拉台 然后这个回 回车过程还带量 再高位带量 你想想 这个想法 如果你是主力的话 你会有什么想法 所以呢 我对于 所有高位的股票 我并不是说 不看好它 或者说没有机会 只是说 从资金的安全度上 去考虑 那你需要用一些策略 这个策略很简单 拿回成本 拿回成本 它能走高一线 大盘能够稳住 它能走高一线 那是最好不过 对吧 但是如果大盘 这三天出现问题了 突然间的转向 那你也不会 这个损失本金 只是说少赚一点 所以说呢 在这个市场的交易当中呢 谁也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用一些策略 去进行一个自我保护 进行一个自我保护 没有算没有人说 我替老师告诉你 MU不可以买 让你滚到山底 跟你刚才说的话 一模一样 对我比较了解 对我比较了解 CPG CPG 哎呀 这个网 现在呢 相行走势 然后呢 这个前期高点 没有顶过去 今天的话呢 有一个跳空下行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还是会维持相形 相底的话呢 大概是在 七块钱下方 那么到时候的话 再看低位的承接盘 和大盘的氛围再说 从现在短线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相行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相行处理会比较好一点 CPG ENB ENB 怎么 我一看到这个B 这个字 我就想 是不是 是不是虚拟货币 是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 你自己看看这行不行 你自己看看这个行不行 高位密集区 37块5毛钱上方 37块5毛钱上方 那么在这个点的话 似乎得到支撑 但是我很明确的告诉你 肯定跌破 肯定跌破 就是时间问题 就是时间问题 这是ENB 肯定不能买了 ENB S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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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回落 低位有接盘 5块钱 做到11 再来 最近这两天 是这种 跳空下行的放量 再跳空下行 连续两个跳空下行 放量 小心 如果今天的低点 再破掉 5块钱毛三 再破掉 一定要跑路 一定要跑路 甚至于现在就跑 那么跳空下行 好不容易把形态维持住 那么现在又出现 跳空下行 那就只能说明 要不然就是公司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 什么财报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 临床试验有问题 总而言之 有问题 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中间这个点 中间这个点 最低价格在6块1毛2 这个点破掉的话 就应该考虑出场了 就应该考虑出场 短线上长下行 放量 或许会有反弹 但是呢 希望值不高 希望值不高 UNG 看一下周线位置 23块钱 高卫 刹 这是什么呀 天然气的 天然气的一个基金吧 天然气的基金 天然气的基金 那就只能看短期了 美国天然气 如果是天然气的话呢 那就比较简单的处理 日线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上涨通道 大概就是21天均线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四小时图 用一下 好了 那个交易系统我用不过 四小时图 这个上涨趋势 不行 然后呢 那一小时图 再去衡量一下 好了 那么在一小时图上 这个上涨趋势比较明显 那么 要看你的成本 要看你的成本 如果你的成本低于23块钱 你可以拿一小时图的55周期均线作为保护 我们看在这位上确认的都是55周期均线 如果你的成本过高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拿日线一小时图的21周期均线作为一个保护 也就是说这个点可能会给的比较窄 23块8毛钱 这个点会比较窄 另外一种方法呢 在高位进行减仓 把成本控制在23块钱以下改成一小时图的55周期均线作保护 那么第二种方法我觉得更进退有余一些 第二种方法更进退有余一些 这是关于这个UNG 金森老师突然严肃了很多 一说股票的话我就会这样 然后一说其他话题的话就没整形了 阿里巴巴这个突破了又回落 看来是回落吗 我觉得阿里巴巴今天的突破呀 稍微的有一点危险 稍微的有一点危险 所以呢 在200块钱的位置何必呢 先放弃掉 跟旁边看着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看大盘 最主要就是要看大盘 每天都要盯着大盘 要看大盘的进行方向 拿好资金 准备做空大盘 准备做这个恐慌性指数 那么股票类的东西呢 尤其是这种高位的股票 尽量的就先放弃一点 六月还是多头行情吗 如果从大格局上来说呢 我觉得是震荡行情 震荡行情 大概的点的话呢 要看五月份的收关 五月份的收关 如果五月份收关能够收在2740点上方的话呢 那六月份可能还有向上去试探2800点的机会 2780点的机会 如果这个五月份三天有回落的话 那两天六月份的话可能就是2720点和2600点之间的一个震荡过程 还是震荡 我请老师告诉你 EOS什么时候入场比较好 EOS EOS刚才这个女王说了 看0.00017 对17能不能突破 对比特币的位置 对 今天问题比较多 咱们稍微快一点了 周末了 WFC VIRUS VAGO 是金融监管放松 但是呢 大环的位置恐怕很难有大行情 MU的话呢 能不能买 咱们刚刚说过了 MU不能买 WTI可以买吗 WTI的话有冲高回落迹象 WTI 这是咱们前面跟朋友们介绍过的一个股票 这是在我们这个美股富豪当中 曾经提及的一个股票 这个股票的话呢 出现了连续上攻 现在呢 形成了一个尖刀性走势 这个位置上肯定不能买了 肯定不能买了 这个百度不能买 赶紧跑 能源股这两天回调 回调之后的话呢 这个 那个谁解决 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朋友来围观了 可能我看拎刀来的 准备把司机给扇了 反正也过期了 反正也过期了 听女王说了吗 这是这个能源股这两天回调 回调可不可以进 再观察 再观察 先不要着急伸手 不要着急伸手 欢迎仙女又回来 主持节目 看来老太后很满意 这又和太监一起做节目了 这 我这嗓子也得变一变 得鸡刀鸡撩的 这个怎么能说老太后呢 就是 我妈看着可年轻了 对啊 应该说太后 对杰森比较满意 然后说行 那你们就继续做吧 可以看看MU吗 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我现在 很执着 都问的是什么 基本排除的大盘会 从2750后 再杀到2670的可能性 对吧 基本上是比较难了 我看到了 又换头像了 我知道 一会儿我再看 昨晚节目我再看 天天换头像 火箭要赢了 没你说对 火箭要赢了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那个骑士 打凯特人 是不是 上场骑士又输了 非常生气 今天骑士主场 希望詹黄可以 争口气 然后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否则的话 他们这一个赛季就结束了 只能明年见了 你还比较喜欢篮球 我就不喜欢 我就喜欢篮球 我就喜欢詹姆斯这种 比较慢的那种 对 特别特别慢的那种 我明白 那就是这个 像那种台湾 演台湾电视剧那种 肯定都不喜欢了 不行 是吧 我明白 韩国的那种也不行 我还有希望 这周末我先学打篮球 这个BBY的话呢 我们看周线 一颗大音线 光头光脚 已经破位走势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 盘后跑 跑 真的不要问 拜死拜 那么 妹子都说不了话了 以后就固定让杰森和美女两位老师主持吧 不能那么说 那不行 小王子 这个 最近 书业有专攻嘛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 不让老师的是 潜心研究 这种加密货币 山寨币 那么美女的话呢 可能是 ICU 山寨币 他都有设计 股票也有设计 那我可能更多的是技术分析 校长的话 可能更注重于基本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的方向感不一样 方向感不一样 那么 这个 如果固定下来的话 那这节目 咱就 天天吃一道菜 没意思 对 女王 也 对 女王肯定是 还是要太阳 换了 换下一个 所以说 对吧 可那 从 隐身男女的角度上 是可以理解 你今天 吃老道火锅了 明天还是天天吃 那你肯定就 想吃点 广东菜 上海菜 稍微清淡一点 稍微甜一点的东西 对吧 所以呢 这当中呢 应该 换一换 别固守 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 土蛋的说的 这是什么意思 LC可以进吗 我觉得咱俩做 你们好像不知不觉的 这个 观众人数就多了 而且时间好像就 什么 对 时间好像不知不觉当中 就 真的吗 拿成 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你跟Bron老师 那个 因为我跟Bron老师 就只讲B 就讲B 讲的比较多 股票可能讲的会比较少 股票 我觉得除股票之外 这个画画画画外的这些话题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挺想听一听 对 刚刚刚 这样是设计 对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 中规大花都是 那前两天还说的 今天他老不正经 啊怎么能过是 那天是他俩做节目的时候 那个朋友的问题 对没错 我还说嘛 我说都是凡夫宿子 我也不愿意把自己标 标榜成了 那个哈 天天跟刘根清静 什么都不想 那种感觉是 嗯 就算了 何必呢 正经都是装出来 实话实说 真的 真的 你看吧 正经都是装出来的 对 外面95% 感觉有人中了一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的是他 对 这个男人不寻常 哈哈哈哈 不是一般的男人 哈哈哈哈 呃 呃 呃 LC啊 LC的话呢 咱们看一下周线位置啊 呃 周线位置一路狂跌 做平台再破位 这个位呢 再破位反抽 呃 现在能进吗 我觉得从周线的方向 和低位的承接盘来 角度来说呢 还是不可以的 啊 还是不可以的 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呃 这个上行趋势 啊 还是算了 还是算了 呃 在破位之后呢 4块钱这个位置 有一些成交量的 出现 但是出现这些成交量之后呢 反而走出了一个向下走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呢 这个形态的话 只能先按反抽来看 啊 啊 LC啊 呃 飞渡原来是校长啊 那个 女人要收购校长 哪个女人要收购校长 哎呀 有机会吧 有机会让你们看看啊 你们要想知道的话呢 8009588561加会员 哈哈哈 会员 是福利 是的 呃 加了会员之后呢 我们会说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女儿为什么 呃 不收购了 啊 老退后不让吗 呃 不知道老师买了人生的第一个代码股 呃 呃 破发 死我了吧 哈哈哈 对当收藏了 不知道老师 还有 人生第一个ICO 大码股 嗯 不太了解 啊 呃 这个 MSFT 好像是 那个谁吧 嗯 嗯 MICROSOFT MSFT 不是 对 嗯 就那名字 啊 就那名字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女王刚刚说了 您听明白了 哈哈哈哈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高位 震荡 然后走的呢 也是有一点点 什么形态啊 上涨 歇行 啊 已经到了临地点了 啊 那么名字也告诉大家伙了 啊 微软啊 所以说呢 呃 差不多就放了 啊 差不多就放了 在相对高价位区间 我们看这成交量 看这成交量 要注意 英特 微软 苹果 这些 阿里巴巴 这些 在高位顶着的股票 这批股票 现在都已经走这种形态了 啊 都已经走这种形态了 啊 看英特 看看英特 啊 看看苹果 看看苹果 在高位 一直横着啊 一直横着 要涨也不涨 啊 然后呢 这个 还有啊 BABA 啊 也是啊 在这位上今天突破之后又打过来 在这位上要小心了 啊 要小心了 这些科技股在高位顶着 而且呢 都在高位顶着 还放量 这个位置就非常非常的小心了 啊 要注意啊 啊 我现在突然很理解校长的心情了 看着女王在台上做节目 联系金啊 只能默默的在下面发消息 哈哈哈哈 哈哈 何止是发消息 哈哈哈哈 这个 呃 啊 OKU 啊OKU 今天破位吧 这个朋友太多了 我提老师告诉你 MSFT 不能买 哈哈哈哈 三次 哈哈哈哈 呃 啊OKU 啊OKU 今天是上涨的 啊 上涨的 sorry 呃 总体来说呢 上涨的压力位呢 还是在40块钱左右 还是在40块钱左右 这个股票的话呢 早起来会比较贼 但是呢 呃 我操作的话 基本上还是在这个位置上 进行过操作啊 这个上涨式的这个过程当中 进行过操作 现在大趋势的话呢 还是呃下降的这种盘面走势 所以呢 这个位置的上涨角度 和以前的不能相比啊 以前我们看这个上涨角度 是这样子啊 咱还别说最陡峭的 那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这个上涨角度 要差很多 要差很多 而且呢 都是抽风性行情 啊 一天两天就结束掉 所以呢 这种行情的话 呃 要你想干嘛 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要不要把直播先关一会儿 哈哈哈哈 学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词 抽风进行情 所以 上涨义无反顾 哈哈哈哈 非常有意思 呃 所以说呢 我这个 我这个股评的话 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人性方面的 东西 丑陋 哈哈哈哈 你说丑陋吗 我觉得更真实吧 对 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真的抛开了那些装正经的那些言辞之外 我觉得更真 更真实 哈哈哈哈 更真实 啊 这样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 我不喜欢那种 呵 啊 咱们今天啊 这个 哪个啊 怎么回事 这些那些 何必呢 何必呢 对吧 谁不知道谁啊 哈哈哈哈 所以说 ROKU的话呢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在现在的这种大盘的背景下 再去追高这种股票 这种上涨斜率的股票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这个大幅的上涨 已经结束掉之后的啊 这个行情 那在这种位置上再去介入的话 危险系数会非常非常的高啊 非常非常高啊 呃 SPLK啊 你看这 你看这日线 这就是破位的现行了 光头光脚的一个呃 阴线百分之五下来 不管是什么消息影响 日线这个上涨趋势 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啊 非常危险了 从六十块钱运行到将近一百二 你还要他怎样啊 你还要他怎样啊 差不多就行了啊 差不多就行了 所以说呢 追高是我们一再提醒的 不能追 不能追 没有调整 不开仓 啊 没有调整 不开仓 啊 这是关于这个票 油股 这个啊 EGC EGC 哎呀 这个利啊 嗯 这接一下吧 就接到现在 接一下吧 如果再不接的话 我们这小长架 什么时候开始度啊 这个受不了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油股的话 你说 你们这耽误我时间 油股的话 这个上涨趋势已经破了啊 已经破了 再加上原油的一个比较有力度的回调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应该注意啊 前两天的这个原油能源板块的ETF已经跟大伙提醒了 在这个高位应该减仓减仓减仓有调整需求了啊 再加上我们对原油的预判那你还在里边啊这个搏杀的话 这就就就稍微的稍微的这个困难了一点 你让我再帮你的话那就没办法只能手把手交了啊 所以呃这个位置呃原油进入要调整节奏啊任何的反弹都应该出场啊 呃我替老师告诉你啊 不能买啊 还是滚到山底下去的 哈哈哈哈 嗯 NSH 啊 NSH NSH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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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11块12块钱 传到13 连续向下破位日线 嗯 破位性走势 反弹性走势 嗯 再看一下长期位置 长期位置的话呢 大型净线位 破位 呃 低位有承接盘量还是配合的不错 量能配合的不错 最低点大概的11块 嗯 11块看一下30分钟运行格局啊 这个成交量还可以 30分钟运行格局呢 现在虽然是在相对的低价位呢 有不错的承接盘 那么30分钟的这个短期的上涨 这个趋势已经被破坏掉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要关注前面这个承接盘的 这个呃 支持力度大概的会在12块钱左右 那么整理之后看方向性选择 目前呢是关注 但是不伸手 最好啊 呃 美女老师是不是跟呃 不让老师是老乡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啊 这个 哪里听出来的 对 不是的啊 这个 不是的 啊 我们女王是 点心的江南女子 啊 对 晚约那个小小乔 我没看出来 这两天我都没看出来 我都觉得比较豪棒 比较比较像北方 小鸟一人 小鸟一人的杀害女人 哈哈哈哈 呃 SVU啊 SVU 呃 看一下啊 这是日线级别 咱们看一下 日线级别 SVU 呃 这是 嗯 低点 低点 资金关注 SVU的话呢 在相对的低点呢 有资金关注 啊 有资金关注 基本上呢 有一点点做双体的迹象 上次是从18块钱到80块钱 哦 这个国动幅度也不小啊 呃 现在的话 打到低点之后呢 开始有资金关注 安全度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大概会在15块5 16块钱一代 安全度会比较好一点 SVU啊 这个票的话 应该可以关注啊 SVU 呃 这个票好像我看是食品吧 食品和什么的一个 嗯 对 一个 哎呀 一个 是算那个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 所以说呢 这个票哈 可能 有可能哈 呃 跟A股 咱们比如说拿茅台说话吧 那么呃 茅台的话 呃 是消费类的 大盘下跌的时候 茅台反而上涨 所以呢 这个消费类的产品的话呢 呃 我们看看能不能有这种逆势的行情 啊 当然也是预判啊 也是预判 那么从短期的周线的感觉上来看 应该是走得不错啊 呃 向上的话 如果有呃 去试探 19块钱 20块钱 一带 如果有一个主动性回落的低点 可以去考虑啊 可以去考虑啊 SVU 最近消费者板块和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 这两个相对来说 风险比较低的板块 都已经从原来的下跌 变成了一个横盘的整理的一个走势 其实你看从从你说这板块的运行规律上来讲 我觉得就一定给大盘定了一个垫了 嗯 消费类的东西 可能就是生活必需品的这类的东西 对 可能呢 已经有一个见底迹象 而高风险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像我们是刚才说的那些股票 可能对可能就会呃 高很多啊 所以呢 大盘的方向 大家也应该心里头多多少少有数了啊 以太美义还看反弹吗 能反弹到多少 最高六百四十美元左右 啊 呃 未能回答的问题 咱们就说了啊 呃 没换呢 我现在已经被你说晕了 呃 无所谓了 反正都是我 行 上次我记得不是一个戴眼镜的那个 啊 呃 又中刀了啊 他是看不出来啊 没想到 没有 辟谣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必须辟谣 呃 TV 沃尔玛不能抄底啊 先再看一看 呃 沃尔玛会赶紧跑的啊 这朋友都替回答了 呃 回答了第四个问题 谢谢这位朋友 辛苦了 哈哈哈 TV最后一个啊 TV啊 TV 那自己邀请这位朋友来上下我们的节目 呃 这个票 我们看一下周信啊 那同样的话呢 还是在相对的低价位 这是那个墨西哥那个吧 不是 是 他是一个那个 那个 farmers 哦 那个四百多块钱 对 嗯 这个叫完了 中文卡的 啊 行啊 中文卡 生物制药类的 好的啊 那么从形态上来说啊 净现位啊 三十六块钱破位啊 破位之后呢 有一个小幅反抽 抽完以后的话呢 呃 瞬间下行 那么无非就是啊 什么药物实验成功不成功之类的啊 但是呢 在呃 相对的低点 大概在十五块钱的话呢 有不错的成绩盘出现 那现在的话呢 有一点点准备向上突破 像这类的票啊 呃 现在再去关注的话呢 呃 十点就差一点 因为我们看这个位置向下跳空的这一颗线 那么压力位的话呢 大概是在二十五块钱一带啊 是在二十五块钱一带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位置有相应的压力 那突破这个点的话 马上可能要面临的就是一个调整性格局 呃 所以这个票呢 追高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呢 去呃 逢低 去关注啊 像这种低位放量的产品 你都可以放到呃 一个一个观察力表当中 那么高分高分红的这种消费的产品 你也可以放到一个板块当中 这样的话呢 你就有一个节奏感了 啊 有个节奏感了 啊 那么这是总体吧 呃 也感谢大姐了 呃 这个呃 感谢大伙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逗逗女王的话听挺那什么的 让他们人不得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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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给你攒真气呢 你知道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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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行了 长周末了 那么咱们呢 这个也说了不少啊 时间的话不知不觉 差不多又是一个小时了 啊 原来我们还是还说 做的时间做短一点 对 没想到呢 这个 嗯 坐着坐着感觉就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哈哈哈哈 呃 那这个感谢大家吧 啊 也祝大家呢 这个小长假愉快 咱们呢 呃 放松一下啊 有什么事 三天之后 回来咱们再见 嗯